朋友们看我面如桃花 摁一下 就是这样的 其实因为刚才我喝了半罐啤酒 然后现在就有一点 整个脸像一只红虾一样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内卷 然后不要鸡娃也不要逼自己 我跟一个朋友聊天 然后她在斯德哥尔摩 她的女儿跟我女儿一样大也是九岁 然后呢 我那天就突然问她 我说你女儿的钢琴学的怎么样了 因为我知道她女儿是从差不多 七岁还是八岁开始学钢琴 刚刚学了两年 然后呢 她就跟我说 她女儿已经过了五期 然后已经通过了瑞典的 有一个叫 已经参加了一个瑞典的 一个什么比赛吧 叫Lila Academic 就是小的钢琴演奏家 然后也去参加了 在俄国举行的一个 什么S什么什么的钢琴比赛 那这事跟我说了以后 我就觉得 人家的孩子怎么天赋这么好 人家的这孩子怎么这么厉害 我们家的从五岁多 开始学到现在 已经学了四年多了 然后之前我不是要放弃吗 现在还是坑坑巴巴 哩哩啦啦的在练琴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我们的老师太差了 你看人家两年多都已经考五期 我们现在 到现在才刚刚要准备 今年五月份的二期 那你说这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心里就特别不能接受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 我说那你们平时怎么练琴的 他说在现在为止 他每一周都是上一次课 然后他上课的时候呢 会把老师跟孩子上课的 所有的过程用手机录下来 录下来之后呢 他每天要在孩子旁边 看着那个视频 当然他之前会把视频先看一遍啊 就知道哪些是重点 然后关键就是他陪练的时候 每一天要在旁边坐下来 就是屁股挨屁股就坐下来 然后看着那个手机的那个视频 哪个地方需要有什么样的指法 有什么样的表现 要关注什么样的细节 他是这样陪孩子练琴的 然后我之前还跟他说过 我说我也每天陪孩子练琴 但是你们知道我是怎么陪的吗 我在厨房做饭 然后我女儿就在这边练琴 我说现在开始谈吧 叫下来啊 谈20分钟 然后我就听到他那边 乒乒乓乓叮叮咚咚 东西西拉拉 呜呜哇哇的 谈完了之后 我就说好了 该吃饭了 这就是我所谓的练琴 20分钟 其实你看看 我听了我朋友这么说 人家是这样陪练的 再加上我自己 是那么摸鱼的 我就一点都不会觉得 我应该积娃 或者积我自己 我一点不会再当自卷王了 因为每一次你听到 别人的好的成绩 然后看到别人的好的表现 甚至觉得别人比你优秀 其实他背后的付出 还有他背后的时间和精力和钱的花费 你完全都不知道 我这个朋友虽然是在斯德格尔摩 但是孩子的一节课也要500块钱 那相比而言 我们的投入就真的是太低太低了 我们的一节课存在100多200出头 再加上人家的老师 也是整个在斯德格尔摩 就是整个在瑞典吧 华人界最好的老师 是斯德格尔摩音乐学院的教授 所以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些细节 然后倒听途说 来了点小道消息 或者是只是眼睛看到 别人有多么好的表现和成绩 你就觉得哎呦我不如别人 我的孩子不如别人 然后就回家对孩子一顿说 一顿骂 然后说你看看谁谁谁 人家怎么那么强 人家怎么那么学的那么好 谈的那么好 你看看你自己 我就这样对自己 我对孩子都特别的不公平 所以我觉得其实比较是可以的 因为比较会让你有一个更高的目标 至少你会觉得 你可能还有一个进步的空间 但是在比较的前提 就是一定要知道 别人获得的东西是为什么 别人背后付出了什么 就所有的细节 你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就会相信一个结果 看到一个结果 然后就不知不觉的卷了起来 这对大家都太不公平了 所以我就觉得 避免内卷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要只看细节 不要管中亏报 那么今天就这样 你看我就觉得喝了点醉了 飘飘欲仙的感觉 居然还录了一个视频 那就这样吧 拜拜了 我得睡会儿了 然后再来 我们下个视频 就这样吧